大家好,我是胡尔佛,也叫老胡 老胡不胡扯,只在给你带来一些有趣有用的分享 要说谁才是最先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 我想必然是中餐厅 中餐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流行 非洲也不例外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非洲工作,做生意 非洲的中餐厅数量逐年增加 各种口味的中餐厅也能满足来自国内各个省份的人们 明以时为天,今天给大家聊一聊 非洲那些神奇的中餐厅 以及我遇到过的当地奇葩食物 非洲目前有各式各样的中餐厅 规模各异,规格多样 服务内容也不尽相同 有的餐厅主要面向当地人,因此做了调整 口味更像本地餐 中国人一般吃不太习惯 有的餐厅则是正宗的中国口味 这种餐厅主要客户是中国人自己 有的餐厅除了提供餐饮,还有其他的服务 有的餐厅可以唱歌,有的可以打台球 还有的能提供住宿 反正他们的目的就是让客人尽量在店里多多消费 海外的中餐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你可能很难看到中餐馆门口的招牌 但这不影响你轻易地找到中餐馆 因为几乎所有的中餐馆门口 都会吊几个象征事业兴旺 红红火火的中国大红灯笼 只要看到灯笼,进去吃饭准没有错 我们先来看一家马拉维的中餐馆 这家中餐馆名叫中国大饭店 号称马拉维第一中餐馆 不过你翻译的英文名 还能更搞笑一点吗 China The Restaurant 我已经笑晕在厕所 在M国有好几家中国餐厅 其中有一家餐厅的味道非常一般 但是始终挡不住大批的人去吃饭 还包括很多本地人及其他国家的人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家老板有个女儿 长得很漂亮 身材匀称 笑意盈盈 中国人背后都称她是M国第一美女 后面我们就姑且称她做美女 老板还有个儿子 也就是美女的弟弟 因为小时候生病的影响 脑袋不太好使 有点吃傻 而老板两口子又都是上了岁数的人 并且一句英语和本地语都不会说 饭店的生意全靠美女里外张罗 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这个饭店不止提供餐饮 还能唱歌 打麻将 后来又扩大门面 对外提供住宿 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我们有个售后服务的领导 去这个饭店吃了一次饭 见到了美女 就清订该饭店为公司的协议酒店 如果后面宿舍紧张 就来这里住宿 从此以后 领导有事没事 就往这个饭店跑 一方面是为了打麻将 另一方面 不说你们也懂的 不只是我们公司的领导 喜欢往这个饭店跑 其他公司的人 甚至其他国家的人 都喜欢往这里跑 美女一个人 要周旋于五花八门 形形色色的男人之间 着实也不容易 我们甚至戏称这些男人为八国联军 后来美女怀孕了 消息传到对手公司 几个男人同时出来 声明说不是自己的 最终 美女还是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和对手公司的一个男人 去了北非 M国第一美女的传奇故事 就此落幕 在埃及常住的时候 我先是住在开罗的市区 我们住的那个街区 叫做马阿迪 马阿迪 这里虽然环境比较差 但生活非常方便 下了楼就可以找到很多的中餐馆 甚至还能买到酒 这在埃及这样的穆斯林国家 是非常不容易的 能买酒的街道叫酒街 Rode9 我第一次听中方同事说 还以为是酒街 因为能买酒吗 在马阿迪没有住多久 我们就搬到了开罗郊区 一个叫Dreamland的小区 Dreamland是开罗出了名的高端小区 小区里有游泳池 有酒吧 还有高尔夫球场 但出了小区就是沙漠 周围什么都没有 不要说中餐馆 连个商店都没有 我们最终在小区里 发现了一家很简陋的中餐馆 听老板说 他们这家餐厅是政府特批的 原则上Dreamland里不能开餐厅 但说到这家餐厅 真的一言难尽 不但连个名字都没有 做的菜还难以下眼 但作为一个单身汉 平时懒得开火 周末就只能到这里将就一顿 一个周末 我一个人随便点了碗牛肉面吃了起来 反正我也无所谓 味道好坏了 比起本地的食物 吃点中国做法的饭菜 总是更要好一些 我旁边的一个哥们 点了一大碗南瓜粥 边喝边等他的饺子 这哥们突然发现 粥里有只白色的虫子 就把虫子夹出来 放在桌面上 我以为他会大发雷霆 把老板叫出来质问一番 谁知他竟然毫不动声色地 埋头继续喝粥 不过一会儿 他又发现了一只虫子 依然没有发火 又把虫子夹出来 挨着前面那只虫子放一起 等他喝完整碗粥 桌子上居然摆了18只虫子 整整齐齐 好像等待检阅一般 我在一旁 实在忍不住了 就问他 为什么不让老板欢迎碗星的 他说 他实在是太饿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 这家中餐厅 除了一般中餐 还能提供烧烤 一天 我和我同事去店里 准备点几串烧烤 带回宿舍吃 我们问老板都有什么可以烤的 他说 有羊肉串 还有羊宝 我们都没有吃过羊宝 就问老板羊宝好不好吃 老板贤眉地笑了一下 信誓旦旦地给我们说 绝对好吃 我本来也就不太相信老板 就说 还是就吃烤羊肉串吧 但我同事对羊宝充满了好奇心 坚持要烤两只 没过多久 我们的羊肉串和羊宝都烤好了 老板给我们把烤好的东西 都放进了细波纸里 防止冷了不好吃 等我们回到宿舍 我同事就迫不及待地 把羊宝拿出来 狠狠咬了一口 没过三秒钟 就见他飞快地往厕所里跑去 然后听到厕所里 传来一阵呕吐声 过了几分钟 他才出来 嘴里不停骂道 狗日的老板 这东西一点都不好吃 这家中餐厅 也不知道坑了多少人 但老板却收留了一个 从叙利亚过来的小伙子 小伙子因为叙利亚国内战乱 来埃及躲避 老板见他可怜 就收留了他 让他在店里帮帮忙 还为他提供吃饭和住宿 但因为这老板 实在是不会做生意 完全不知道提升餐饮质量 来吸引和留住客人 导致来吃饭的人越来越少 最终 老板见生意实在无法继续了 值得关门大吉 中餐厅关门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 那个叙利亚小伙子 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在津巴布韦的 维多利亚瀑布城 有一家非常出名的餐厅 The Boma 餐厅的特色餐饮 叫做百寿宴 百寿宴顾名思义 我们可以在这个餐厅 吃到各种各样的动物 炖的 烤的 煎的 煮的 应有尽有 百寿宴的价格 2012年 我去的时候 是40美金一人 不知道这几年 有没有涨价 百寿宴是自助式的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自己挑选肉类和烹饪方式 由于都是一些 不太常见的动物 很难判断是否好吃 但我的体验是 基本没有几种好吃的 几种典型的动物有 大羚羊 Eland 油猪 Wartos 大脚羚羊 Kudu 剑铃 Oryx 白面大羚羊 Blessbuck 跳铃 Springbuck 大部分动物的肉吃起来 都有点老 除了肉类 这里还可以吃虫子 当然 吃虫子是需要勇气的 因为看起来就比较恶心 餐厅还会给敢于吃虫猪的顾客 发一个证书 以表示鼓励 非洲有很多很大的鳖 但当地人基本不吃 自从中国人来了以后 非洲鳖就遭到了空间的浩劫 好多国家的鳖被中国人越吃越少 以至于当地政府不得不出面保护 在津巴布韦 就有中国人在当地捕捉巨鳖被抓起来了 但在马拉维 我去出差那几年 还是可以自由捕捉巨鳖的 我们一般都是从当地人那里购买 鳖的吃法 最出名的应该就是霸王鳖鸡了 我们的厨师随时做这道菜 马拉维的鳖很肥很大 脂肪非常充足 做出来的汤也很油腻 我们大部分人都吃不了这么油腻的东西 唯有我们的客户经理老何 酷爱非洲巨鳖做的所有菜肴 他认为这么大的鳖是大补之物 对身体有极大好处 没过多久 老何就吃得红光满面 脑满肠肥 就连剩下的鳖壳 他都舍不得扔掉 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后 在墨城粉准备带着回国 真是物尽其用啊 虽然马拉维的巨鳖我不爱吃 但我们从当地人那里买到的野猪肉 却相当好吃 不管是炒 还是煮 都非常可口 后来我们去森林公园游玩 也看到过好几只野猪 个头都比较小 和家猪的圈养方式不一样 野猪在野外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身上的肉很紧实 可能这是野猪肉好吃的原因吧 在马拉维的街上 我们会随时看到卖烤甜薯的小贩 他们把十几只甜薯 像羊肉串那样 穿在一根根竹竿上售卖 烤熟的甜薯虽然香气扑鼻 但对于我们来说 仍然是难以下咽的 但烤甜薯却是马拉维很多人的 重要蛋白质来源 这两年 在新冠病毒肆虐的情况下 甜薯成了马拉维重要的 粮食来源之一 很多人都靠甜薯 度过了粮食缺乏的难关 有时候走在马拉维的郊外 就会看到孩子们在田里挖甜薯 马拉维甜薯很多 只要顺着老鼠洞挖下去 基本都会有收获 在马拉维 我们还吃过烤河马 但河马肉又老又硬 口感极差 很多时候 吃这些奇怪动物的肉 主要是一个噱头 并且很多动物都有可能 有我们不知道的寄生虫 吃了对我们的身体 有百汉无一例 所以 还是建议大家 尽量不要轻易尝试 好了 关于吃的 今天就说这么多 非洲这么大 非洲的市场也很广阔 当然 中资公司就会有很多 在下一期节目中 我将和大家聊一聊 我们和其他中国公司之间的趣事 我是阿尔佛 喜欢我的节目 就帮忙点个赞 如果能订阅 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 拜拜 下期再见